你看我刚下楼 早上我闺女给她放出去 现在她来了 来了之后 妈妈马上要去上班了 还有几分钟时间 几分钟时间就要走了 小宝宝 你看她还要上楼呢 不能上去了 不能上去了 家里没人了 姐姐也不在家 姐姐上学去了 爸爸也不在家 爸爸出差了 爸爸晚上回来 你晚上到我们家来 好不好 昨天晚上不是跟妈妈一直睡了一夜的吗 你现在就别来了 等会就出去了 好不好 楼上没人 德国猫 听不懂中国话 帽子和爸爸没有在家 爸爸和伯母在晚上回来 好不好 好吗 胡言 诶 有效了 听懂了 下班了 今天去买菜 买鸡胸肉给老公做沙拉 今天晚上吃和明天中午吃 今天我要坐地铁回去 加上公交车 因为我的电动踏板车 前面没有气了 骑不回去了 放在公司 今天我同事拿了一袋 就是苹果干脆脆的可好吃的 就是这个牌子的 巧克力味的 这种的我闺女我不知道 好习成 他以前可喜欢吃 现在不吃了 就是这个苹果干 一块青毛酒 不错我也尝一尝 带给我闺女去 总算赶上公交车了 说从明天开始地铁又开始罢工了 气死了 我闺女要翻了 一直罢到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一 四天 工作日 星期二星期天 不知道 八五八 我不知道 这是我今天买的鸡胸肉 要给我老公做沙拉 今天做这个 红烧鲦鱼 我喜欢红烧一点的 然后呢 这个鸡肉啊 我喜欢放生抽 先给他腌制一下 等会都给他炒了 吃晚饭了 我老公 他要到晚上八点多钟才到家 我们先吃 等会给他做个沙拉给他就好了 大家看我碗里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对了 有个包子是不是 这个是羊肉包子 是同事大厨 人家可是厨师做的 羊肉包子 都是羊肉 看这么多的肉 一个男人啊 人家包的 这么大一个 吃饭了 看我给我吃 味道还不错吧 尝尝 尝尝 大家看看时间现在九点五十七了 猫今天不来了 我还给他留着肌肉呢 看我在学理论题 你说这个东西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想超越一个 就是卡车带着后面拖楼的 带拖车的 你想超越它 你需要注意什么 意思 就这个意思 我现在都能看得懂啊 可见我的等于是进步了很多 但这里头的问题就开始有点难了 你看 这一道就错了 今天上班的时候和同事们讲 他们说 啊这个 有一个同事他不知道吗 我说这个理论题 它是有多选项的 他不是说每一个只有一个答案的 他有的是三个答案都对 有的是两个答案 有的是一个 所以你不知道啊 对于我们这种都以不早好的 你说就容易错呀 好了 现在马上十点钟了 猫来不来也无所谓了 他不来就算了 我马上也要睡觉了 我老公明天也要早点起 我明天也要早点起 因为我明天我要起自行车去上班了 好了 咱们明天见吧 拜拜 我要继续努力 下一题了 这一次一共是769道题 我才看了58道 祝大家晚安 学开车这么不容易啊 学开车这么不容易啊 非常好 好 好